在本章我想和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PPT 年会PPT 为什么说年会PPT非常特殊呢 看完下面的内容你就知道了 还记得在前面的章节中 我们曾经将PPT按照结构组成部分 分为了封面目录内页等不同页面类型吗 没错 大多数工作型PPT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进行拆解和分类 可是年会PPT也能做成工作PPT这样子吗 好不容易挨到了年终 全公司员工都等着高高兴兴地开年会拿奖励抢红包 年会PPT一放出来跟工作汇报一个套路 甚至用的还是同一套模板 让大家感觉好像还在继续上班一样 这不存心给同事们添堵 破坏气氛吗 真把年会PPT做成这样 就算不被炒鱿鱼 一顿狠批那是躲不掉的 先要做出高大上的年会PPT 你得先从怎么做出立体代感震撼人性的文字效果开始学起 看就是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很能hold住全场呢 不要以为这是使用了什么高大上的3D建模软件 或者说去哪儿找来的素材 这种效果无需任何额外的工具 只靠PPT就能实现 想学 那我教你啊 首先使用文本框工具 输入两行文字 将字体设置为 思源黑体CN Heavy 如果你没有安装这款字体 也可以使用微软雅黑字体 并加粗 分别单独脱选两行文字 第一行设置为88号字 第二行设置为115号 选中文本框 将文字居中 脱选文字 右键点击 设置文字效果格式 注意一定是脱选文字 而不是选择文本框 因为在文本框的右键菜单中 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它只有设置形状格式 只有脱选文字 右键菜单中 才有设置文字效果格式的命令 点击设置文字效果格式 打开对话框 切换到文字填充与容阔显象 可以看到 当前的填充方式为纯色填充 将纯色填充更改为渐变填充 默认的渐变方案 是由白色到蓝色的渐变 拥有四个渐变光圈 选择预设渐变中的黄色中等渐变 渐变光圈的数量和位置 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此时文字与我们想要的效果 已经有一些接近了 但底部的颜色明显太深 选中左侧游标 设置填充色 选择其他填充色 将颜色表右侧的亮度滑块 向上滑动一段距离 在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颜色和原颜色之间的对比 不要调的太亮 点击确定 文字底部的颜色就已经变浅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文字颜色渐变部分的操作 大家在跟随教程练习的时候 只要保证这个颜色 比中间的游标颜色略升即可 不用做精确的要求 接下来进行文字三维效果的设置 首先将文本选项 切换到文字效果页面 进行三维旋转的设置 在最开始进行设置的时候 透视数值是灰色不可用的 但只需要点开预设方案 在透视分类中选择任意一种分类 就可以激活这个选框 这里我们选择第二行的第一个方案 看文字已经出现了向后倾倒的效果了 如果对倾斜的角度不满意 还可以调整Y轴旋转 增加角度 文字会逐渐站立起来 减小角度 文字则会倾倒得更加厉害 除此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透视度数 来调整文字近打远小的幅度 当我们增加透视值的时候 近打远小的幅度就会更加明显 在本例中 我们最终为文字设置Y轴旋转 345度 透视70度 接下来展开文本效果选项中的 三维格式 将深度值设置为60磅 材料设置为亚光 光源设置为柔和 文字的立体感一下就出来了 最后我们还可以为文字 添加向下偏移的阴影 营造出更加真实的立体感受 除了刚才那样的立体文字 我们有时还能看到这样的文字效果 这种文字并没有添加深度 但还是能给人立体感觉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放大文字 不难发现 原来这种立体感是文字边缘 棱角分明的效果带来的 这种边缘效果 我们可以在三维格式中 设置顶部棱台来得到 在PowerPoint中 内置了12种不同的棱台效果 选择不同的棱台 就可以为文字设置各种各样的边缘 设置完棱台效果之后 还能够通过调节宽度和高度的数值 来实现更多的变化 例如增加宽度 就能将斜面的面积增大 与此同时 棱台顶部的面积就会变小 如果你实在不清楚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 不妨把文字旋转到水平状态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垂直高度 就是深度值 这个斜坡的大小 就是宽度值 而这个斜坡对应的高度 就是高度值 如果你想文字的背面 也出现棱台效果 设置底部棱台 就可以了 为了让文字配合不同的场合使用 我们还可以在材料中选择不同的材料 在光源中选择不同的光源效果 以及设置光源的角度 这样就可以搭配出非常丰富的效果来 有兴趣的话 不妨一一试试看 有了那么多可供调配的参数和设置 现在你知道年会PPT中 那些冲击力十足的文字 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总结一下本节课学到的知识 知识点一 在年会PPT中 我们通常可以使用立体文字 来加强PPT的视觉冲击力 而这样的立体文字效果 使用PPT内置的功能就能打造出来 知识点二 文字的渐变设置是一个综合的调节过程 更改文字的填充方式 挑选预设的渐变方案 调整渐变方案中渐变光圈的颜色 都可以使文字的渐变效果发生变化 这是点三 想要为文字设置立体感 三维旋转 透视设置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不过 透视在默认情况下 是无法直接设置数值的 必须先选择预设中透视分类下的某一种效果 激活窗口后 才能手动进行设置 这是点四 三维格式中有几个参数的含义 必须要弄明白 深度指的是立体文字的厚度 棱台宽度指的是棱台斜面的面积大小 棱台高度指的是棱台斜面部分垂直的高度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节课再见